从成都出发往西南驱车两小时就到汉园 这里东无严寒 下无枯暑 有着潘西阳光第一城的美誉 也是著名的中国花椒之香 中国甜樱桃之香 一山一岭 一湖一霞 美不胜收 行走茶马古道 南丝绸之路 你能体验到当年背负翻山越岭的艰辛 聆听到石板路上的马蹄声声 泛州西南最大的人工湖 汉园湖 湖岸蜿蜒曲折 湖光山色 尽收眼底 新县城如同一艘巨轮 正在新的航程上破浪前行 中国十大最美峡谷 大渡河大峡谷 绝壁深渐 雄奇显优 峡谷左侧山崖上的村庄 古路村 你可乘坐悬在七百多米高的索道 也可徒步攀爬三千米的枝子游步道 还能体验到中国传统古村落的独特美丽 微缩板可可西里 较顶山 三百六十度观景 云征雾绕 千姿百态 住野蛇帐篷 观云海日出 望漫天星辰 C级景区 花海果香 美如画卷 后山浦园 梨院小住 梨乡别院 这是汉园对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实践 满园果味关不住 一缕交香飘九州 苹果 花椒 是这个季节汉园给你的最好礼物 黄牛肉 贡椒鱼 澹台肉 黄木腊肉 渣渣面 花椒啤酒 这里美食渣堆 时刻如云 纯指尖的诱惑 舌尖上的美食 并能让你欲罢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